那一說到編曲 其實可以用的方法和類型都真的相當之多 那我盡量嘗試講一個容易理解到的方法去編 怎樣去編呢?我拿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當我寫完一個旋律 我又決定了我這首歌將會用到這麼多樂器的時候 怎樣入手是最難的 怎樣想有多少樂器你當然很容易做到 怎樣入手呢?很簡單 在雲雲的樂器當中 你先選出第一樣主題的Rhythm 即是你首歌會在大部分時間都出現的東西 在這個時刻呢 有兩個情況會出現的 你是結他佬呢?九成都會選擇結他 你是鍵盤佬呢?九成都會選擇鍵盤 這個是很正常很合理的事情 那你先選擇了但也不要理 如果我選擇了多人玩結他 你們先玩結他先 好了我會這樣 先錄了結他整首歌的彈法 因為你編一支結他沒有難度的 你懂得彈結他 你寫個melody 我剛才的片段都說 你寫個melody 那時候你已經會想到一個pattern 所以其實那樣東西就可以做第一步 先錄下它 我會錄下它 OK?整首歌錄下它 錄的時候你可以分段錄的 跟拍子機一定要準拍子就可以了 然後當你弄好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第二樣main rhythm 逐個逐個選擇 哪一樣呢? 可能你會說 我可能下一個就是lead guitar OK? 跟著之後就是或者是keyboard 好,但在這裡我要留意一點 如果每次要你這樣量三分幾四分鐘的東西 去彈出來 很吃力的 OK?很吃力的 你也幻想不到情況會怎樣 一般來說我會分段錄去做的 譬如說剛才這個底 一玩一玩四分鐘就走不掉了 起碼帶一首歌 你已經有個感覺出來 你知道那個起承轉合 那個feel在哪裏 好,之後呢我會一段段地做 譬如說intro 那你會想了 我有solo的 好,那不用說話了 先加下去 好了,solo之後 我想呼一點點 有琴的 你可以加下去 你會很自然想到 一樣一樣加下去的 你不會說 那一頭intro 要solo 好,加些sim先 你不會這樣想的 很正常、很合理 你自己都要有sense OK? 那變成了 一段段地做 A段 intro你編完 很full 那去到A段 可能只有結他 去到B段 你可以想 我加少少弦樂下去 那我就在B段 那幾個bar 我就這樣分開錄 好,接著去到chorus 的時候 我要有鼓 還有bass drum 好,還有bass 那你慢慢加下去 你可以先加個bass 然後再慢慢加個鼓 你不用一加加我鼓 就加了三分多鐘 你很吃力的 我只是在chorus 那八個bar 我就試試加個鼓 OK? 接著我需要些string 我就是在那八個bar 加些string 就是你分開 切橙 一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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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下去 然後砌下去 那你就會很容易 有個公式 讓你做到什麼編曲 OK? 而至於怎樣玩呢 譬如說 最難的是 你想結他我都OK 想keyboard彈什麼 想string彈什麼 那一刻才是最難的 這個就是關於你自己個人 不兇你的問題 其實就是跟編曲 沒有太大關係 你懂得玩就自然編到 如果你不懂得玩的話 反過來這樣說 編曲 所以你是需要 懂得不同樂器的東西 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回我 不同樂器的片段 都可以的 OK?明白了? 至於平時 我放上來那些片段 有什麼用呢? 你可以看到我 原來在不同的段落 我就會加一些東西 下去了 OK?令到它更加深 主要來說 就是讓你看看 原來我們在編曲方面 可以在不同的段落 這樣加下去 在淨的時候又是怎樣呢? 小的時候 可以有幾小的東西 可以這樣看下去 OK? 所以最緊要的重點 第一樣就是 當我們編曲的時候 你要留意 先找個main rhythm 一下玩完 好,拍子機齊整 之後分開段落 一段一段 一段 加下去 通常我選擇 加下去的方法 就是聽完那個rhythm 第二樣大聲 可能是個lead 或者是個lead 第二樣大聲 我就先加個lead 好,第三樣大聲 可能是keyboard 我就要加keyboard了 第四樣大聲 可能是鼓 就加鼓下去了 然後這些你發覺 永遠都是小聲聲的 所以我永遠最後才加下去 用這樣的層次去幫你分 就不會一開波 就想什麼都先加些 那就很辛苦了 而且分段做是最舒服的 習慣了之後 你知道的效果 你知道自己想什麼 你就可以像我這樣 一、二、三分鐘 彈出來都ok OK 試一下先 這個是最基本的編曲概念和方法